在永和分局进行征讯 相关的征讯内容包括歹徒的身份 随时有任何最新的讯息 我们会提供给您 这是今天选前之夜所发生 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一场意外 而且是在造势会场上面发生 连胜文当时是在帮永和代表会的主席郭文章 在从事竞选活动的时候 被歹徒开枪 而人也在现场的立委洪秀柱 募集了这一个现场 我们立刻也连线给洪秀柱衡委员 来告诉我们事情发生当时的情形 洪委员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是 您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 整个事件当时发生的状况吗 当时是因为我刚刚进场 我刚进场的时候 我是没有目击整个过程 当我刚进现场就马上听他们讲 刚才代表会的主题叫郭文章 特别详细的叙述了这段经过 介绍连胜文上台 连胜文刚刚上台还没有开讲 胜要开讲的时候 就一个人就冲到台上去 因为连胜文很高 所以就把她头把她的脖子往下压 然后枪就比她的脸就开了枪了 所以马上当然大家就吓一跳 就有人冲上去把这枪给夺下来 马上就把人给压走了 所以连胜文也立刻送医 从有何的这个更新医院 立刻再转送到台大医院 所以现在整个状况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非常担心就是 大家也看着这个连胜文满脸事件 而且用这个插手把这个连胜文的脖子往下压 然后在他脸上开两枪 这样情况感觉起来好像不好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没有什么事情啦 那么这个被抓到了这个人开枪的人 在地方上的绰号叫马面 马面我们怀疑是 地方上的怀疑是有人拿这个出钱 来买凶手来开枪 因为洪孝处委员这个被逮捕的嫌犯 绰号叫做马面他是黑道分子吗 应该是混黑道的 我这不会叫做马面牛头马面 所以现在这个身份大概已经是确定了 他是地方上面可能是黑道分子 因此他今天的行为 有可能是有人叫唆 或者是有人指使 是这个意思吗 对地方上大家是这样在谈啦 否则平白无故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冲上去 开这个一枪呢 所以华语说是有人交锁 或者说马凶手行凶 这可能因为这个地方上混的人 所以洪孝处委员您说当时发生的情形 并不是这位凶险他是在台下开枪 而是直接冲上 冲到台上去 针对连胜文来开枪 对冲到台上把连胜文脖子往下压 然后枪子里面开的 好的我们谢谢洪秀助委员 我们现在要来插播另外一个最新的现场 就是在台大医院这一边 台大医院是现在连胜文送到了永和更新医院 已经转到台大医院 到底伤势如何是什么样子的情形 请记者范馨宇来告诉我们 好主播客观众在选前的前一天晚上发现这个事情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 就是连胜文他的伤势到底如何 而刚刚的记者和台大医院院方亲自联络上 其实院方也是非常的慌张 因为其实今天是这个礼拜五的晚间 按照这个院方的人力配置 基本上的人力是不足够的 因此当他们今天收到这个分析医院的讯息 表示连胜文要送到他们医院的时候 目前院方已经紧紧的 把所有的各科高层医院主任 全部调回医院里面 这其中包括了急诊部的主任柯文哲 以及他们的发言人谭庆鼎 那么刚刚呢发言人跟发言人通上电话 他是表示说其实目前包括各科的主任 还有他自己本人都还在赶路的途中 因为其实非常的突然 因此他们也不敢忘下这个发言 这个目前连先生他的状况到底如何 只是保证说呢 目前呢包括外商内科 以及所有各科的高层 都已经紧急赶到了这个台大来做会诊 那么到时呢一旦有最新确定的情形 也将统一来对外发布 可以看得出来情况真的是相当的危机 好的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连胜文在台大医院现场的最新状况 其实从台大医院这一次整个组织 要救治连胜文的这个规模来看 看起来伤势可能是相当的严重 台大医院也启动了紧急机制 把一些非常重要的专科医生 调回台大医院来要救治连胜文 而连胜文呢是先送到永和的更新医院 再由国家的医院 通报转往台大医院 那整个相关的状况 刚才呢我们听到 在永和现场的洪秀助委员 告诉我们的状况是 连胜文呢到达永和这个造势会场 要帮这个新北市的市议员候选人 助奖的时候 他才刚刚上台 还没有开始发表演讲的时候 就有一名绰号叫做马面的男子 已经冲上了这个造势的会场的舞台上面 就朝着连胜文开枪 目标是相当的明确 据现场的看到的人的描述是 这位枪手甚至还直接压着 连胜文的脖子开枪 那到底呢整个行凶的过程 行凶的动机为何 由于这名绰号马面的男子 是已经立刻被永和分局的相关援警 给逮捕了 现在也正在进行 征讯当中 稍后呢有任何最新的讯息 包括呢嫌犯行凶的动机 还有呢 这个连胜文的最新的伤势 我们都会随时为您插播连线报道 不过现在我们画面上面看到的 其实是刚刚在一个多小时之前 连胜文在好龙兵 今天晚上的选前之夜 凯道的这个选前之夜 站台助奖的画面 刚刚呢连胜文 其实就是在这一场 凯道要帮好龙兵 站台助奖的演讲 结束之后呢 他就立刻赶到了新北市 一方面可能去帮市议员 这个站台助奖 接下来他的行程呢 极有可能就是要去帮 朱立伦的选前之夜 来进行站台的这个助奖 不过在这过程当中 从凯道到永和第一站呢 市议员的助奖行程 还没有正式上场之前呢 他就遭到了枪击 这是我们所掌握到现场一个最新的状况 我们知道呢选举到竞选活动的结束 还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个时刻 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重大事件 会不会对选情发生影响 这一方面是等一下节目当中 我们要讨论的 当然此时此刻 第一要务新闻查证要厘清的工作是 连盛文的伤势到底有多严重 是不是危及了生命的安全 这是我们稍后要提供给您最新的讯息 还有选前之夜 这位开枪的凶手 他的动机到底为何 是不是有人叫唆的 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够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稍后呢会随时问您插播最新的消息 先介绍今天节目 跟我们一起来观察这场选举 最后的选情之夜的相关的事件的来宾 我们先介绍 第一位是森大谦孙委员 大家晚安 林火旺林老师 大家好 神父兄 神大佬 大家晚安 李永平 永平你好 大家好 赵绍康 赵大哥 大家好 李建南 李大哥 大家好 赵大哥你看在选前之夜 发生这么一个激情的事情 会不会对明天的选举造成影响 当然我们稍后还要继续关心 连盛文的伤势 当然现在是救人第一了 那对选举有没有影响呢 我想一定会有影响 那只是说什么样的影响 那当然还要看这个嫌犯 因为嫌犯被抓了嘛 他跟陈水扁那个时候 两个子弹不一样 到现在还不知道 那个嫌犯是谁 其实虽然说有什么 抓了几个 但是到现在还怀疑嘛 而且那事件过一段时间才抓到 现在立刻抓到 那警察今天一定会 一定会问他嘛 什么原因嘛 那这个 但是很奇怪 那连盛文不是候选人嘛 连盛文他只是助讲的人 他很热心 这个演讲讲得也很好 很感人 我听说他前一阵 前一场在刚刚永平讲 他在郝龙斌的场子 讲得还蛮感人的 因为他前一阵身体 得了这个病嘛 去开刀嘛 所以这个讲得很好 那他帮个议员候选人 市议员候选人助讲 为什么要到台上去 这个 有点像行刑式的这个枪 不是说远远的这样偷打 是到了台上 把他的头 按照讲法是对了他的脸 打两枪 这个很讨厌 因为很近距离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什么枪 是到底是土枪啊 还是自私手枪 这个又跟他伤势有关 那到底是为了政治的原因 还是 最早我们听到是黑道火拼 被榴弹所伤 那现在显然不是这样嘛 所以这中间疑点重重 还是要阻挡 他等于来到朱立伦那边去 因为现在选情非常焦灼 北市跟新北市都非常焦灼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人到底干嘛 为什么 这个都跟 那会不会那么快讲出来 他又被那么快的招出来 另外他招的是不是真的 他有时候骗你啊等等 都不一定了 所以我看警方今天晚上 会很谨慎 就是说可能那个口供 一问再问 要因为出来的任何消息 都可能对这个选举有影响 那这实在是一个 民主支持啦 在最后一天本来 证件发表 这很正常 大家各拼场嘛 各讲各的政见 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太令人震惊 我们刚刚到这边来 之前听到 其实觉得不可思议 不太可能的事情 居然发生在台湾 实在是令人非常的震撼 其实这次在选举当中 既这个319的两颗子弹之外 大家觉得非常震惊的一个意外事件 同样也是开枪 但是这一次并不是候选人 所以在选前之夜 这样子的行为 是令大家非常意外 稍后我们还会提供给您最新的资讯 包括刚才赵大哥提到 这个凶险他的开枪动机 他的身份 当然这件事情 也许没有办法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厘清 但是呢 为什么在选前 会发生这个事情 是让大家很震惊 永平你怎么看 当然这个时候 选举前非常的敏感 却发生这样子的意外 首先我真的非常的难过 以及不敢置信 因为连盛文真的是一位 非常好的朋友 而且他相当的出色 那就像刚才赵大哥讲的 他其实在他赶到永和去之前 他其实在凯道 为郝龙斌市长助讲的时候 其实他今天的讲话 我当时很惊讶 他会提到那一段 但是讲的非常的感人 他讲到说 其实他跟郝龙斌 都是名人的儿子 他们都在想说 他们的一生 除了他是谁谁谁的儿子以外 他们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 他们要留下什么事情 他说他之前 前阵子他生病的时候 他就很能够了解 郝龙斌市长 有一次跟他讲的话 因为郝龙斌市长 他在十几年前 他也有重病 所以他们其实 历经了这个生死交关 所以他们都历市 要为这个社会 走出说 他是谁谁谁儿子呢 而真的为这个社会 做出一番重大的贡献 所以连胜文他讲 其实最能够了解他的心情的人 就是郝龙斌 他们非常的希望 能够实实在在的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而努力 事实上我当时 听他那段讲法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感动 可是没有想到 事隔不到一个小时 就传出他中枪的一个消息 坦白讲对我来说 我现在心情上 我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 而且我刚才听洪秀柱委员 因为他在第一时间 他在现场 他就传了一个简讯给我 因为我们原先还以为说 只是被榴弹波及 当他传了简讯给我说 是直接对他开枪的时候 我其实就觉得非常的不妙 那现在又听到洪委员讲说 是直接冲上台 对着他这样打 我觉得这是什么世界 我们怎么会论于说 任何人在一个造势场合 他的人身安全 都没有办法受到保障 我觉得非常的难过 好永平你情绪也安定一下 陈道老你看这个选举前的 这么重大的意外事件 除了319之外 这些年大概我们很少遇过 对 因为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 心很手辣 少见的 因为台湾这20年来 所谓民主的成就 相对于我们亚洲的邻邦 我们值得让自己感到很骄傲的 就是虽然选情即便非常的激烈 但是几乎没有血案 比起菲律宾啊 比起很多国家 我们几乎没有血案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实在无可遇 尤其是昨天 联盛文在我们节目啊 我是陪他跟他一起下电梯去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 他一直一直在问候我 跟我的家人 所以我今天的感觉 真的是跟永平不相上下 但是我觉得现在 就是会影响到多少程度 第一当然是联盛文的伤势 跟他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 我的感觉啦 我们为他祈祷 今天他这个不是到头部 是脸部 这脸部要看子弹的威力有多大 一个是近距离 但是如果没有伤到重大的血管 跟神经的话 我是希望命可以保得住 那他今天到明天早上之后 最危险的期间 命有没有保得住 是有重大 对大家的感觉 感感是有重大的影响 第一次伤势 那第二点呢 我当然是 是谁开了枪 那开枪的人 背后是谁指使他 他动机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大 第三个 我就是两个 两边的竞选总部 如何定调 然后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你要想到上一次的 那个两颗子弹 我觉得如何定调 是影响到明天 大家投票的情绪 投票的决定 还有甚至影响到投票率 那我觉得这三点 恐怕是对明天的选行 会有部分的影响 我觉得最重大的 就是投票率 有些人恐怕 本来不想投票的 会因为这个案子 而愿意出来投一个票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想是在所难免 我们来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 连胜文重担的这个消息 也传遍蓝营的五都市长候选人的造势会场 在台中这场造势晚会 胡志强也以安全为理由 而且要帮连胜文祈福 刚刚呢宣布提前散会 并且呢为连胜文进行一分钟的祈祷祝福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所有的人 双手合十 一分钟 为连胜文祈福好不好 好 现在让我们寂寞一分钟 为连胜文祈福 我要跟大家报告 319枪击案发生的时候 连胜文正在台中驻驾 我立刻终止竞选活动 用霹雳小组把它保全送到台北 你真正是一个好人 一个正直清白的人 我们祝他早日康复好不好 希望各位过去对市长夫人的那份感恩祈福 我们现在在这里一起为连胜文来祈福 送上台中的感恩 谢谢大家 谢谢祈福必 我们谢谢 我相信 市长 胡市长跟他的夫人 是有福气的人 对不对 对 台中人有福气啦 在市长跟夫人的带领之下 我们大家 发挥当初 力挺小李姐 帮小李姐集气的这样一个精神 相信 我们大台中人 三百 两百六十万的人口 大家一起来祈祷 一起来帮连胜文祈福 他一定能够像小李姐一样 能够劫后重生 勇敢的站出来 能够重生 对不对 对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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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求 我们也拜托 所有志工人员 这段时间 从现在开始 到明天投票结束 我们都要注意候选人 我们都要祝福 我们都要 我们在交代 我们都要注意候选人 家属 以及所有助选人员的安全 但是 市长刚才特别交代我 市长刚才特别交代我 特别交代我 特别交代我 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所以 为了为连胜文祈祷 为了为连胜文祈祷 同时 我们进选总部 现在开始 为了调整 大家的一个工作安全 我们也要重新调整 所以我们晚会 对 我也顾虑大家的安全 是 因为你不知道 还有什么事会发生 所以 在这里 就在这里散会好不好 来 我们谢谢市长 我们要特别谢谢 其实今天 市委会 我们要坚定 拜托大家 用一个票 来支持 欧子共 让他继续来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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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好 拜托大家 我会看到 严春文呢 他这个重担的这个氛围底下 刚刚呢 身为这个总干事的 卢秀燕呢 是一度中断了晚会进行 并且呢 宣布了这样的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呢 台下的支持者呢 都十分的惊讶 有人呢 是用手呢 捂住了嘴巴 也有人是当场 落下了眼泪来 对于这样的消息呢 真的是十分的震惊 而刚刚胡适强 除了宣布呢 是提前散会 并且呢 也为这个联盛文 进行了一分钟的祝福 这现场为您掌握最新 把镜头还给朋友们 为联盛文祈祷 为台湾祈祷 为台湾祈祷 请烟火不要放了 请烟火不要放了 为联盛文祈祷 为台湾祈祷 我们明天又选票 失财暴力 也要跟电视机前的朋友 报告 台中人 善良的心 我们永远祝 等一下是 谢谢 谢谢 各位记得 在市长跟夫人的带领之下 我们大家 发挥当初 力挺小理解 好的 我们看到呢 现在给您的最新画面 是在台大医院的急诊室 刚刚画面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连胜文的父亲 连战是已经到了台大 来关心儿子的伤势 我们可以看到 连胜文从永和的更新医院 转送到台大医院之后呢 台大方面也已经召回 各个最专科的权威大夫 要来处理连胜文的伤势 现场的画面 台大医院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刚刚 连胜文的父亲 连战是已经抵达了 连胜文在今天晚上的 助选行程当中 金船遭到枪击 这个枪击是发生在造势会场 他在台上被嫌犯呢 冲上台去直接开枪 现在到底伤势如何 稍后呢 台大医院也会出面说明 我们会随时告诉您 他最新的伤势 而今天连胜文受伤的地点 是在新北市 他在帮新北市的市议员 助讲的过程当中被枪击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北市的 这场造势会场上面呢 现场的支持者群众 也都已经知道了相关的讯息 我们立刻连线来看一下 新北市造势会场上面 朱立伦发表的看法 选前之夜 很多的朋友 都听到 有人想把它 当成决战之夜 朱立伦说 绝对不是决战之夜 因为 明天 我们不是决战 我们 跟蔡英文女士 没有任何的仇恨 我们跟民进党 也没有任何的仇恨 明天 今天 只是我们 所有新北市民 选择的时候 大家说 对不对 对 我们明天 只是要用我们的理性 用我们的智慧 选出一位 最适合担任第一届 第一届 新北市长分 人选 人选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们不要对抗 我们不要决战 我们只要选择 朱立伦 拜托所有的好朋友 明天 出门 我们看到 这是在新北市 朱立伦造势晚会的现场 当然他们也已经知道了 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朱立伦特别点到 选举绝对不要激起仇恨 另外我们来看的一个造势会场 是在台北市好龙斌造势的晚会 其实连胜文在中枪之前的行程 就是在帮好龙斌站台助讲 他演讲完之后呢 立刻赶到永和 就发生了这个意外 我们来听好龙斌最新的说法 一起为他祈祷 我们一起希望他能够平安 我们一起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 我们一起为他祈祷 请大家双手和时 我们一起为他祈祷 谁都不愿意看到 在这里 发生 在这里 我也希望 我们在为圣文兄 祈祷 希望他平安的时候 我们大家 也要保持冷静 台湾的民主 是我们台湾 最珍贵的资产 也是 我们台湾 足以奥在世界上 尤其在亚太地区 我们值得骄傲 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社会价值 可是今天 就在今天 我们台湾的民主蒙羞 我们在选举的过程中间 我们发生了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在这里 除了 我要严厉的 谴责 这种暴力的行为以外 我们也希望 台湾所有的人民 不分蓝绿 我们一起来谴责暴力 我们一起保持理性 我们一起为联盛文祈福 更重要 在香港的民众 是特为默安一分钟 来为联盛文 来祈福 现场主持人呢 也是表示说 联盛文目前虽然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是谴责这个暴力事件的发生 希望民众 选民要用和平来看待这一次的选举 那以上就是目前掌握的最近情况 再把时间还给彭内主播 好了我们看到呢 这是在郝龙斌造势晚会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在这场造势晚会上面呢 大家也以这个 合时一分钟的方式来帮联盛文祈福 其实现在呢 最最重要的一个现场 是在台大医院 在台大医院这边 由于是礼拜五的周末夜晚 所以其实呢 这个医生病不多 所以台大医院的急诊室 还特别把这个急诊室 市的主任柯文哲召回 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 给连胜文最好的救治哦 而刚刚呢 跟这个连胜文家人 通过电话的 陈文茜文茜也在这边 稍后我们请他 来告诉我们 他所掌握到的第一手的讯息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